- 劉德華和古天樂這日就和苗喬偉、林佳欣、鄭則士等等 一起出席電影《數獨以天地對決》的薩科研 三哥就大爆故事在拍這部電影時 同時竟然還在拍四部電影 但故事竟然從來沒有喊過累 我經常說 一個人有能力時盡量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有時不要說是否老了有很多人不能做 有時你身邊有些朋友突然感染了一個病 突然感染了一個絕症 我覺得現在既然有能力 為何不要珍惜每一天 還要在這裏 累就一定會有 但我覺得盡量給自己精神去做那份工作 提到華仔的演唱會 早前發生了有排隊買票的歌迷被斬的事件後 就立即宣佈取消在售票處買票 改為只可以在網上預訂 華仔其實也很無奈 只是怕會一直延續下去 所以就會有一個 就是一個比較 比較 對 還未說最好 但起碼不會再發生 因為排隊 至於身為升級粉絲的故事 就向華仔點唱了神雕俠女的主題曲藍音 故事又會不會考慮在演唱會上做嘉賓呢 都好 如果華仔邀請做嘉賓 你來唱 兩個神雕大合棋在台上都沒試過 想過的 我一直都覺得這些非常粉絲 我自己都會想 他是不是真的要聽 是要聽就即管來 我一定